昨天有美国人说 江绵恒对我爆料换器官的事情很不高兴 说这件事情是哈德顺取消这个演讲的 最重要原因就是说 郭文贵说换器官的事情 这个事情不能确认 我当时就说了 废话 很简单 你想确认你找江绵恒去呀 问问江绵恒这几次肾换的谁的呀 换肾的人还活着不活着啊 然后说你还说换肾的人在马行中死了 这个事情他们也不convertable 什么叫convertable 什么意思啊 马行的人死了 为什么有给江绵恒换肾一生的家人在里面死了 这么巧合 而且李磊石先生也跳楼了八十多岁 他在跳楼之前没有任何医疗疾病 怎么八十多岁死了 那李医师怎么就是李玉春 怎么给你家换 孟建柱家你妈换完肾也死了 也跳楼 咱那么巧合都是江家孟建柱你们一个集团 换完肾都得跳楼死 完了死的这个见证人和家人在马行当中跳下来 我没说马行什么事情 我只说马行有存疑 马行必须给大家一个答案 这些人的身份是谁 包括有很多搞情报的 在马来西亚的 而且搞情报的人刚刚在马来西亚跟美国人有接触 同机也死亡 而且飞机还找不着 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个国家有这种牵引技术 就是发射的神五神六神七能在万里之外 几万里之外能让它慢慢对到一起 还能牵引着你在天上飞 就像他们在远程控制文贵的手机 在控制我的游艇一样 谁能有这本事 孟建柱江家 所有中国的通信全在江家呢 为什么不能查一查呢 查一查不就行了吗 查一查到底满航飞机有没有被牵引的技术 有没有被牵引是谁关掉了雷达 谁能在外面关雷达都说是那个机长 那个机长丢了难道物理上的东西都找不着吗 再一个就是这些都找不着 难道找不到这个满航飞机 所有中国乘客人的名单 有没有李磊淑的家属和他的同事 有没有中国真正的二部 还有南京军区情报部人在飞机上 为什么那么巧合 在这个之前的前两天 他们都见了谁 为什么都同死在一个飞机上 失踪 这就很简单 我从来没有说 移植器官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我只说了这个事情 江绵恒换了三次的肾 死了五个人 这五个人是谁 为什么换完肾都得死 或者说江绵恒先生站出来说 我的肾只换了一次 那人还活着呢 出来 为什么孙力军能站出来 那假孙力军 孙瑶冠军 刘胜杰 你不能站出来一个呢 你是个正常医疗 为啥不能公布呢 那到底谁安排的这五个人呢 或者说一个人呢 跟孟建柱有没有关系呢 然后说李磊时的家人 找出两个人 别在中国说话 让他到美国来 对着美国的警察 对着美国的媒体 说他们家人谁活着呢 他爸爸怎么死的 他姑姑 他有一个外甥 他姑父怎么死的 问问 这不简单了吗 怎么叫convert包啊 然后呢 说这个这个换肾 人家江绵恒换肾的事情 是个人隐私 他怎么叫个人隐私了 因他死人了 就不叫个人隐私了 所以说 这个海航 你用你的蓝金黄 征服了哈德森 江明恒 用江家的 在美国的黑 沉默的力量 征服了哈德森 更加相信 更加相信 你郭文贵的爆料的真实性 郭文贵 你更加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 我们怀疑 但是不确信 现在确信的事实